那我們最後一個任務要做攝影機的動畫 不過在做之前 我們先請大家做一件事情 因為應該還有不少老師 你的檔案還沒有存檔 那我們SYOM3D 它跟Office一樣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當機了 它有一次的復原機會 也就是下次你再把這個檔案打開 它會問你要不要復原 這樣了解 所以如果你想要自己試看看 你就試看看故意把它弄掉 那下次再打開你就會看到會出現這個訊息 那標準的我們還是建議大家有空存檔一下 預設10分鐘會自動存檔一次 只要你有存檔過 但是如果你完全沒有存檔 它就不會自動把你存檔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大家就是 一定要先做一個存檔的動作 好,存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來做動畫了 那怎麼做動畫 請你按下上方的這個攝影機 上面那個攝影機 老師可以回到你自己的SYOM3D的這個檔案 按下去 你會看到這個視窗就跑出來了 攝影機的視窗 那怎麼做動畫呢 那怎麼做動畫呢 很簡單 你看喔 你先找到你要看的位置 比如說我想要從這邊 就是你自己心裡面要先有想法 我的路徑我大概要怎麼走 我的路徑我大概要怎麼走 假設我想要從這裡 從外面這樣走進來看 那我就把我的這個 照相機 攝影機就移到這裡來 我就先來這裡做準備 好,就移到這邊喔 你從上面這邊移過來 你也可以遠一點 遠一點再靠近都可以 拉高一點點 好 所以我的起點我準備從這裡開始 那如果你覺得我想要先過來一點也沒關係 像這樣 OK 如果你起點準備好了 有沒有看到有一顆紅色的地方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錄影 所以你就把它按下去 表示這一點就是我的關鍵語格 所以如果老師你以前曾經學過Flash 或者一些做動畫的那種工具 我們按下紅色就代表設一個關鍵語格 接著呢 我就可以準備往第二個路徑前進喔 然後我就再移過來 你看 好,我想要這樣先 大約看一下 好,跑到這裡 好,到這邊 我就再按一下 有沒有中間就自動把你接下來了 所以後面你應該知道怎麼做的 那我到這裡之後 我想要把鏡頭轉正 我再前進 怎麼辦 一樣 我把鏡頭轉正喔 你看 這裡 轉轉轉 好,轉正了 可是這個是不是也是一個動作 所以我在這裡也要再按一下喔 那對它來講 我就有1 2 3是疊在一起的 2跟3是疊在一起的關鍵語格 這樣子 萬一做錯怎麼辦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橡皮剎 你按一下這個 它就會從最後那一點刪除 一次刪除一個 繼續往前刪 如果你整條路徑 我決定重來 你就按前面的垃圾桶 就可以把整條路徑清掉 好,那我繼續囉 我要往前走囉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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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走 好,那我在這邊 我會遇到電燈 所以我希望 在這邊帶我要壓低身體再走過去 一樣的 因為我走到這裡了 我就按一個 然後我就 調整我的眼睛的高度 低頭 有沒有 低頭 好,低頭下來再按一個 接著再前進 走過來走過來 來看看外面的世界 好,走到這裡 然後再按一下 好了 我們預覽看看喔 你看回到最前面 我累一下 有沒有就動畫了 很少做動畫這麼乾脆的嘛 有點類似 我們現在CAMMA不是有那個新的做動畫的方式嗎 對不對 直接拖曳 只是這邊要設關鍵格而已 嗯 像這樣就有了 好 那你就可以像這樣 先預覽看看 不滿意的就是 插插 他就從後面退回來 嗯 那下面這裡 就跟我們剛剛 在做輸出是一樣的 只是呢 老師要注意一下的 我們既然是做動畫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說 使用3D是來自哪一個國家的 法國 法國 所以他的視訊規格是歐規的 哈哈哈 歐洲規格 你 欸 老師 那個 有做過視訊剪接嗎 對不對 請問我們用的是NTSC 好 美規的 一秒鐘幾格 30 或者是多少 29.97 對不對 因為有分 會不會掉格 好 那我們這邊用的是歐規的 所以有沒有感覺到 後面的數字不太一樣 有沒有發現25 因為這個歐規的就是PAL這個規格 它就是一秒鐘25格 那我們在這邊輸出了之後 它的影片格式是MOV 因為QUITIME的 好 那個影片格式 所以你在這邊 你就可以選擇一個 好 那個尺寸 但是因為各位老師要記得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 既然是一秒鐘25格 你有沒有感受到 剛剛你輸出一張要輸出多久 哈哈 所以 如果這邊 一秒鐘就要25格 你要把你剛剛那個動作 乘以25 再乘以你的秒數 那我怎麼知道 這個 路徑這樣走下來要花幾秒 它會幫你算 因為它會用最平順的方式 幫你把這個過程 計算出來 好 所以我們這邊 我先不要用最高的 我用320乘240就好了 而且呢 我的畫質 我用最低的 就是高速度的 你看 我按下開始 這個時候 它會告訴你 你這個 總共需要375格 才走得完 那至於說 剩下的時間 就是一個估算而已 不一定是完整的 這樣老師有清楚了嗎 所以 整個動畫的時間 會多久 是由 隨用3D幫你計算 所以你的路徑走得越長 它要花的時間越久 那目前隨用3D它本身 就是一個專案 只能儲存一個動畫 因此 如果你要有兩個不同的動畫 可能你需要就是 存成不同的專案檔 內容我可以一樣 但是我的動畫路徑不一樣 比如說我看一樓的 跟看二樓的 我就用不同的檔案 來把它做區隔這樣子 它目前就是一個檔案 沒辦法儲存多條路徑 這是它的限制 當然老師也不要忘記了 千萬不要想說 我要節省時間 我就怎樣 一樓看完了 然後再跑到二樓 再跑到三樓 然後繞一大圈 我告訴各位 如果你的動畫 時間很長的話 你要輸出的時間 會拉得非常久 我會比較建議大家 就是你分段做 然後去做剪接 這樣會比較好 為什麼 你一進到底的 反而是不是很多時間 都是浪費在不需要的那個影格上 這樣反而就是您輸出的 那個效率會比較差 這個地方跟大家 稍微補充說明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還有 蠻多東西沒辦法介紹完 但是讓老師稍微 可以體驗一下濃縮版的 這個職訊課程 你感受一下 我們實用3D 這樣就還蠻好玩的 那未來的話 其實老師可以再蓋二樓 再蓋三樓 都可以 利用它還在輸出的一點點時間 我做一下 怎麼增加樓層 給大家看好了 你看喔 在這邊 你只要在空白的地方 空白的地方 按滑鼠的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增加樓層 還有一個叫相同高層增加樓層 這個第二種方式 你可以把它簡單來講 叫做樓中樓 這樣就比較清楚了吧 那這個的話就是往上蓋 或者你也可以往下挖 挖什麼 挖地下室 挖游泳池 都可以 你看喔 我在這邊按一下 有沒有注意到上面這裡不一樣了 這就是一樓 這是不是就二樓 就會跑出來 所以呢 你點到哪一層樓 它就是在那一層樓去做編輯 每一層樓都獨立的 來這裡我先存檔一下 有沒有發現副檔名是MOV 影片就是MOV 我們就可以存起來 那我如果要跟一樓一模一樣的 我就把這裡複製起來 Ctrl加C Ctrl加V 預設它就會貼在同一個位置 真的嗎 我們來試看看喔 回到這裡 有沒有感覺到 這裡 有兩層樓了 有兩層樓就找一個東西 要有樓梯對不對 你看我們在這裡 在這裡 有一個類型 就是樓梯 對不對 有沒有很多種樓梯 你就可以找你覺得比較適合的 以我們如果單一個房間來用的話 應該是螺旋梯會比較好 比較省空間 但是樓梯要放在一樓還是二樓 當然放在一樓喔 對不對 才可以走上去嘛 你看我就找一個螺旋梯來放進來 好放進來了 這樣有沒有走上去 好我們來看看樓上喔 你看這裡 有沒有自動打洞 有沒有跟我們牆壁一樣 只不過樓梯會打的洞 是地板的洞 而不是什麼 而不是那個牆壁 所以它碰到牆壁沒有反應 是碰到地板會有反應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走上來了 好 其實我昨天晚上 想說有機會用到 所以我有在介紹的這一篇 客製化樓梯啦 也就是剛剛那種樓梯就是制式的 如果你還要自己做更多這種樓梯的變化 你就可以用這個Plug in 那這個Plug in 那這個Plug in 其實已經放在各位的 美甘莊的加強板裡面 就在這邊 這裡 雖然今天沒有什麼機會講到Plug in 但是像這裡 你看你可以自己去制定 我的樓梯要是哪一種型的 有沒有 然後呢前面 要不要扶手 沒有扶手走起來比較 比較危險 像這樣子 你都可以自己設定 那我的樓梯的大小 還有它的這個高度 通通都可以改 就是你如果要制定 還有你要幾個樓梯的階 你看我如果有十個階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少 所以這邊就是可以有更多客製化的東西 那只要按確定 就產生好樓梯了 那材質設定都一樣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補充一下 如果你要做二樓三樓 就可以玩更多 所以呢 你看我們簡報裡面 其實後面這一段 就是會開始用到庭院 甚至做一些比較像這種凹凸的 那沒有關係 我們沒有講到的 老師都可以到我的那個網站上 都可以看到 那我大部分都有教學 那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樣 今天講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嗎 老師我們時間超過的對不對 老師你剛剛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哪一半 喔 我就是用框選的而已 老師我們時間是要四點半還是 四點 四點嗎 對不對 對對對 害我嚇一跳 哈哈 就是你用框選的 框 全部框角 對對對 然後就Ctrl加C 那它預設貼上會在原地貼上 所以你不會有對起的問題 對對對 貼上去 可以增加高度嗎 這裡這裡 那個是增加樓層 按右鍵有沒有 那因為我已經有增加了 就在下一個樓層就在這邊 然後我就可以Ctrl加V 就貼上 它的位置會一模一樣 好 老師這邊有什麼問題嗎 平板可以增加樓層 喔 平板 平板也可以增加樓層 但是按右鍵 我想看看喔 你在空白的地方 你可以按住不要放嗎 哈哈 我等一下找一下選單 我有點不確定 因為如果是電腦上的線上板 是沒有問題 因為可以按右鍵 但是平板的可能要試一下 OKOK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喔 好 謝謝大家 謝謝